如果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原谅 对自己的曾经受过的苦都不能尊重的话 我很难相信他怎么有原则有底线的生活下去 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诉您大姐 如果我是您的小女儿 我可能会给你养老送终 因为毕竟是你给了我生命 这就是莫大的恩 但我绝对不能原谅你对我犯下的错 我是绝对不可以的 因为在那16年当中 没有人陪伴我 没有 陪伴我的只有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家庭 还好我遇上了一个贫苦 苍老而又贫瘠的家庭 我有了一个欺身之所 否则的话 如果我要是死在漫山遍野当中 请问你拿什么来赎你的真 这是我的看法 当然 事情的结果还要看您的小女儿 她是否有一颗像 是林那样以得抱怨的 十六年前 张满宇生下第二个女儿 由于当时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盛心 在丈夫和婆婆的威逼下 张满宇不得已将女儿遗弃 而今才得知二女儿养父去世 养母又生患重病 没有能力在照顾二女儿之后 张满宇来到告白现场 想认回二女儿 那么被父母遗弃16年 饱受生活艰辛的二女儿 会来到现场 接受亲生母亲的告白吗 所以你要做好准备 好吗 来我们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恩键旁边 我问您几个问题 如果您的小女儿今天没来 您接下来怎么办 那我通过你们这个舞台 这个栏目 要告诉她 有我这个母亲的存在 我要告诉 通过全国人民 全国的观众 向她忏悔 如果她不接受你的忏悔 你怎么办 我等 你等 等到她接受我为止 但是我还是希望她今天 能够原谅我 接受我 如果她不接受你 你还会负责她的大学学费吗 会吗 会 我是做出打工 拼命的打工做钱 给她赌大学 一定要给她上大学 好 让我们一起倒出五个树 看看小女儿会不会来到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一 一 请按键 一 我求求你们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不要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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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就抱抱抱 你抱抱多脸的处理 也有抱抱 姐姐你来这儿妈妈理解 妈妈当年有骨动 不要拉着 妈妈告诉你现在的生活 真的是好痛 不要拉着 妈妈来来 你哭了很多次 你这次对妈妈 妈妈这次太舒服了 孩子啊 妈妈是爱你 妈妈是爱你的来 有这些地球是父母 不用你 妈妈是告诉你 过着先生的生活 过先生的生活不应该 来 到这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TORONTO